联盟第一的太阳曾经的选秀眼光有多差 1213赛季那时被交易到胡人 进入重建的太阳取得25胜57负 拿到第五顺位选秀权 在13年选秀大会上选中莱恩 这位2米16的乌克兰中锋 效力太阳5年 场均6分6篮板 水货程度跟当界状元本内特不相上下 1314赛季 太阳的后场双枪大爆发 德拉基奇场均20分拿下最快进步奖 布莱德索场均17.7分 比上赛季翻了一倍 太阳取得48胜34负排名西部第九 拿到14顺位的选秀权 另外太阳还把波兰铁锤哥塔特 送去奇才换回18号钱 把斯科拉送到步行者换回27号钱 14年选秀大会 手握三个手轮签的太阳 分别挑选了14顺位的沃伦 18顺位的恩尼斯和27顺位的伯格丹 沃伦后来倒贴送给了步行者 恩尼斯成了副连长 伯格丹当时正效力于欧洲联赛 三年后才登陆NBA 并且没给太阳打一场球就被交易 1415赛季 太阳次年2700万签下小托马斯 三后卫阵容让球队的防守千疮百孔 战绩下滑到39胜43负 拿到13号钱 在15年选秀大会上选中德文布克 这也是太阳10年来最成功的选秀 1516赛季 德拉基奇远走热火 小托马斯被交易到凯尔特人 太阳取得23胜59负的糟糕战绩 手握4号钱和13号钱准备大干一场 他们先用4号钱选中本德尔 接着打包13号钱 加小托马斯换的28号钱 加伯格丹的签约拳 向上交易得到国王的8号钱 选中克里斯 结果本德尔成了16届最大的水货 克里斯也没能兑现天赋 沦为换站曼巴的交易天头 1617赛季 布克在对阵凯尔特人的比赛中狂砍70分 可太阳依然无法赢球 只取得24胜58负 又一次拿到4号钱 选中约时杰克逊 JJ在太阳只打了两个赛季就被放弃 唯一的贡献是帮太阳抽中状元钱 带来了爱顿 1718赛季 总经理迈克多诺下课 迈克多诺在职5年 太阳总计赢得159场比赛 4个前十顺位的新秀全部水掉 2019年 詹姆斯·琼斯成为球队经理 吸取了迈克多诺的教训 在选秀方面不再痴迷于天赋 而是更加注重激战力 用18年的16号钱向上交易 得到费城的10号钱 选中22岁的大乔布里奇斯 用19年的6号钱向下交易 得到森林郎的11号钱 选中23岁的老黄中卡梅伦·约翰逊 用22年的首轮签换来35岁的保罗 这套阵容不仅让太阳 在连续10年无冤季后赛之后 重返巅峰 也让琼斯当选了21年的最佳总经理